全民党党主席闹双暴的纠纷终于平息 两名党主席孙伟轩和祖莱达达成共识 由孙伟轩负责签署候选人委任状 全民党今天发文告表示 孙伟轩和祖莱达今天走访社团注册局 全民党最高领导层在共识精神下 顺利解决所有出现的问题 同时将专注应对第15届大选 文告指出 全民党领导层开会议决了第15届大选的候选人名单 同时会在近期内公布 全民党的行政课题将在大选之后上议和解决 祖莱达也是原任原产业部部长 他在5月底退出土著团结党之后加入全民党 10月祖莱达在全民党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下接任党主席 不过孙伟轩却感到不满 坚持交接未经过适当程序 宁来强调他依然是党主席 孙伟轩甚至援迎党章 冻结多名领袖的党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